12月8日晚间 南方轴城公告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镇城研发的采用 22纳米先进制程的新一代TWS智能蓝牙与Infile芯片 已经完成流片、封招和主要测试工作 核心指标测试结果均符合预期设计要求 预计将于2022年量产 南方轴城表示 22纳米新一代TWS智能蓝牙与Infile芯片的成功研发 进一步丰富了上海镇城的核心技术储备 有利于增强核心竞争力 同时也有利于巩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将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推动意义 今年9月 南方轴城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 上海镇城22纳米TWS芯片目前处于流片中 整个流片封装预计需要两个半月时间左右 流片结束后进行应用调试及市场推广阶段 预计2022年可进入量产阶段 同时 该芯片集成自主研发的核心算法 上海镇城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得益于该算法 在智能语音降噪、AI交互、个性化和健康体验方面 该芯片具备独特的性能优势 该芯片内含自研定制的高效率PMU 能降低芯片功耗 同时有助于设备在实现安全快速充电的同时 可以有效提升整体续航时间15%以上 其主要产品有无线蓝牙系列产品 图像处理芯片、云计算数据处理芯片等 在无线射频技术、蓝牙SoC技术、智能语音AI技术 以及降噪技术等方面有丰富的积累 自成立以来 上海镇城在技术研发和产品量产转化上不断取得突破 累计设计流片成功近20款芯片 其中过去5年公司一共做了8款先进工艺SoC芯片 每一款都实现量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